俄罗斯指控乌克兰二号晚间 派出了两架无人机夜袭克里姆林宫 试图暗杀普丁 而无人机在建筑上方爆炸 还发出剧烈的火光 而俄方最新指出 美国就是暗杀普丁的幕后黑手 还利用乌军来执行计划 但乌克兰强烈地否认发动攻击 而外媒也指出多项疑点 怀疑俄罗斯在自导自演 无人机飞越克里姆林宫上方发生爆炸 俄罗斯指控这是乌克兰冲着普丁来的暗杀行动 两架无人机攻击间隔16分钟 都遭到防空系统击落 当时普丁仍不在客工 但事发后能从原顶上看到焦黑的痕迹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相继宣布 即日起禁止无人机在市区飞行 乌克兰强烈否认策动攻击 外媒也认为俄方说法疑点重重 包含俄罗斯官媒在事发12小时后才发布消息 在这之前社群媒体上也没有流出任何目击影片 外媒更发现就在无人机爆炸前 客工远顶上方疑似有两个人正在往上爬 俄罗斯前总统梅德维杰夫放话要消灭 泽伦斯基作为报复 乌克兰连投降书都不用签了 俄罗斯议员更呼吁军方对基辅的总统官邸发射飞弹 美联社分析俄方能利用暗杀事件合理化对乌克兰的攻击 但英国教授认为俄军不太可能因为受到无人机攻击就动用核武 流亡海外的俄国前议员透露 发动攻击的其实是大多由年轻人组成的俄罗斯游击队 不是乌军 另一头俄罗斯边境的大型游库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地点就在通往克里米亚半岛的大潮附近 俄罗斯宣布在克里米亚逮捕7名乌克兰间谍 乌军则反控俄方出动26架伊朗制无人机空袭击辅和乌冬等地区 有21架被乌军击落 不过地点波罗一栋行政大楼遭无人机命中导致起火 接着组的报道